好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个 代入消去法 来解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我们讲过这个解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因为它是二元一次 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处理两个变数 去把它解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二元变成一元一次 因此要消去其中一个位置数 让它变成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我们比较方便处理 好那首先要介绍的第一种消去法 叫做代入消去法 那代入顾名思义就是把它代进去 那怎么个代法呢 我们来看第一道题目 它说利用代入消去法 解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x等于2y s加y等于9 这两个是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好问题来了 我们假设把前面这个第一个式 只称之为一式 这个第二个式称之为二式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x等于2y 代表 他说x就相当于两倍的y 那既然x相当于两倍的y 我可不可以用y 来表示用x 用y 来 表示 x 什么意思 y相当于两个 x相当于两个y嘛 换句话说我只要看到x 我就把它换成两个y 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好我们将一式 代入二式 我们将1代入二 1代入二是什么意思呢 白话一点讲 我把它写下来 1是x等于2y 所以1代入二就是只要看到x 就把它换成 2y 为什么 因为题目告诉我们说x等于2y嘛 那我不想那么多位置数啊 有两个很麻烦 我想只要留一个位置数就好了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只要看到x 我就把它换成2y 因为第一次已经告诉我说x就等于2y了 那我当然可以这样做 好 所以我就把1代入2 那1代入2会得到什么东西呢 好 x加y等于9 我讲了 看到x换成2y 就会得到2y加y等于9 好 什么地方不一样 这里不一样 为什么这里原本是x啊 但是我看到x就换成2y嘛 所以这里的x就不见了 你看同学们 你看一下这个式子 2y加y等于9 是不是只剩下一个位置数而已 这个时候我们就将2元一次 给消去一个位置数 变成1元一次方程式了 怎么消去的 就是代入消去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看到x就把它换成2y 因此啊 x就不见了 因为全部被换成2y了 那就只剩下y啊 所以我们就得到2y加y等于9 那这个同学们应该已经会解了吧 我们这个是1元一次方程式啦 2y加y就会等于3y 3y等于9 所以除过去 y就会等于3 哎 y就解出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这毕竟还是一个2元一次 连绿方程式嘛 你把y解出来了算不算算完了 当然不算啊 因为它有两个位置数一个x一个y嘛 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要将这个算出来的y啊 我们再带回去原来的1次跟2次 把另外一个x给找出来 那我在这里选择代入1次 好代入1次以后 x会等于2y嘛 1次在这里哦 我用红色的笔 用蓝色的笔把它标出来 1次在这里s等于2y 所以x就会等于2乘以y 那y我已经算出来是3了嘛 所以2 3得6 所以x就会等于6 就算出来了哦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成功解出来 x等于6 然后呢 y等于3 这样子 这个2元一次连绿方程式 事实上就解完了 好解完的时候 故事完了吗 还没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好 首先我们先拿到一个2元一次连绿方程式 它有两个位置数让我们很困扰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处理两个位置数 我们一次只能算一个位置数 那怎么办呢 我就想要把这两个位置数消去其中一个 让它变成是1元一次方程式 那我就有办法处理啦 那怎么消去呢 由于第一个式子 它告诉我说x等于2y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把1带入2 也就是说我看到x 我就把它换成2y 那么我1把它带进去以后 诶 x加y啊 第2次的x加y 就会变成2y加y等于9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x已经被我换成2y了 诶 这时候x就不见了 只剩下y 那整理一下3y等于9 y就等于3 做到这里 y算出来了 但是题目还没解完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2元一次连离方程式嘛 你还要把x算出来才算数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再把它带回一次 因为一次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x就等于2倍的y 所以x就等于2倍的y 那y我已经算出来是3了嘛 所以2 3 6 我就算出来x了 所以我就可以写答案了 x等于6 y等于什么 3 所以同学们 有没有发现 我们解题的过程 大致上来讲 只有分3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把1带入2 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动作叫消去 一次告诉我们说 看到x就可以换到2y哦 所以我们就带进去 诶果然只剩下y 所以第二个动作 我们都在解y 第二步我们都在解y 把y解出来以后还要求x啊 所以我们在带入其中一个式子 把x给求出来 那这样就完成了 三个步骤 就可以把这个二元一次连离方程式 透过带入消去法 给解出来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下一道题目 好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带入消去法的第二题 带入消去法的第二题 告诉我们说 利用带入消去法 解二元一次连离方程式 3x-2y.21 跟y.22x 好 这里一样有两个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们把第一个式子叫做一式 第二个式子叫做二式 好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一次跟二式 第一个式子告诉我们说 三倍的x减到两倍的y 会等于21 第二个式子告诉我们说 y会等于负2x 同学你有没有发现 题目已经挑明告诉我们说 y会等于负2x 换句话说 我看到y 我就可以把它换成负2x 因为他们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消掉一个位置数了 所以我现在怎么做 刚刚是一式带入二式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会变成二式 代入一式 为什么 因为刚刚是x等于多少 现在是y等于负2x 在第二个式子 所以我们把第二式带入一式 第二式带入一式 怎么个代法呢 白话一点讲 你只要看到y 你就可以把它换成负2x 为什么 因为题目告诉我们说 y等于负2x 所以我当然看到y 就可以换成负2x 好 好 那我们就现在这样做看看 好 带进去以后 好 这个式子 3x-2y等于21 3x不变 -2y就不一样了 减掉2 我看到y了 y在这里 就换成负2x 所以就会变成2y 就会变成2乘以负2x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y 3x-2y 好 等于21造超 好 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将24带入一式 换掉说 只要看到y就换成负2x 因为24告诉我们说 y等于负2x嘛 那你带进去的时候 3x不用变嘛 减掉2y 这个y就不一样了 y就要把它换成是负2x 因为我看到y就换成负2x嘛 好 整理一下 这个式子就会变成3x 然后负2乘以负2x 负负得正24 变加4x 会等于21 所以7x啊 就会等于21 除过去x就会等于3 诶 x解出来了 可是我们还需要y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当然再带回原来的一式或二式 那事实上带一式跟二式 都可以算出来的答案 但是我决定要带二式 为什么 因为二式直接了当告诉我 y就会等于负2x嘛 不用那边移向做来做去了嘛 所以带入二式 y就会等于负2x 就是负2乘以x 就是3嘛 所以就是负2乘以3 这个就是x 好 负2乘以3就会等于负6 所以y做出来就是负6 因此我们就可以写答案啊 答案就是 x等于3 然后y等于负6 像这样子是带入效去法的一个典型 因为题目已经告诉我们说 y等于负2了嘛 所以我只要看到y呢 就可以把它换成负2x 那我们将二式带入一式以后啊 我看到y就换成负2x嘛 所以这里就会变成负2乘以负2x 就会等于加4x 解出来就可以算出x 再把它带回去就可以算出y 这样就解完了 这就是带入效去法的第二题 后面我还有其他的题目